好 我們來看看佳玟穿上鄧麗菁的禮服 唱的歌有沒有那個味道對不對 我們歡迎佳玟 謝謝 這件衣服應該可以 緩起大家很多很多的回憶 我是你到小城來 收穫特別多 談暗的談 說的說 小城不是真不錯 我愛 親密的朋友 一起來 想和愛做可愛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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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瑟 李宗盛 又长长围绕着我 我每一天都最期待 快跟走爱的寂寞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 连名字都说错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天外 看今天你怎么说 三百六十位一起来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一等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孩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要把邓丽君的歌聊到一个 有个样子五级 对不对 然后要把他的感情讲个清楚 三级 OK 今天还没讲到感情的 对 我们才一级 对不对 最后我们 难得请到我们的恩文 这个菜单哪来的 这个菜单就是邓丽君他生前最爱吃的一些小菜 那我是跟三哥跟五哥比较熟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 后来五哥也有投资一个餐厅 那其实就把邓丽君喜欢吃的菜跟江浙料理去开了一个餐厅 那今天我准备的这几个都是这个三哥跟五哥他们说是邓丽君小姐最爱吃的菜 那他们就把全部的菜单给我跟做法给我 然后我就再给他重现 你现在吃到的这个他们叫做云园鸡丝 其实是熏鸡 因为他们家过年很爱吃熏鸡 所以邓丽君小姐特别爱吃 我们叫山东河鸡 但是它有熏的味道没有那么重 然后他就 他很喜欢吃葱跟香菜这些辛香类的东西 所以他就把这个鸡丝 熏鸡就拆下来之后 就拌了葱跟 这真的是北方人的味道 对 好吃 所以叫做圆圆鸡丝 好难过 没关系待会都有机会 待会嘛 我不一个人吃完 这个呢 这个也是 因为他们早期因为是住在眷村里面 所以家里都比较穷苦 所以那就是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他很喜欢吃 用萝卜皮 而且是萝卜皮 丹丽君说一定要用萝卜皮腌的才好吃 那时候不吃肉就吃豆腐 对 他就把萝卜皮削下来 然后很简单 他就是用酱油跟麻油 然后他喜欢吃辣跟大蒜 蒜味很浓 对 而且他有交代说一定这个是要用萝卜皮腌才特别好吃 他喜欢吃这个 对 另外这个叫做通菜牛 其实小时候邓妈妈很喜欢 因为那时候就会买空心菜 没有叶子 买一大法就是一菜两吃 他会把叶子摘下来之后呢 煮汤或者是炒青菜 然后剩下的这个通心菜的 空心菜的梗子 拿来炒一点碎肉吃 所以呢 这个是 这个是邓丽君回到家里面 邓妈妈一定会做的 一定会做的 因为都是叫 他们叫做通菜两吃 其实就是一把空心菜做两道料理 就是去变化 但是邓丽君非常喜欢吃空心菜的梗子 而且你好厉害 这个到摄影棚 这个颜色色泽还是什么样的 对 为了要上节目 你看我们空心菜有特别处理过 才会 要不然早就变子 可是好辣 对 今天用的辣椒比较辣一点 但是邓丽君很爱吃辣 他吃到这么辣吗 对 因为他的这些凉拌菜里面 他唱歌的人可以吃这么辣吗 他的食谱里面 每个都有大蒜 葱跟辣椒 他是天赋义饼 对 可是他其实他不太做这些 其实是邓妈妈做给他吃 他自己我这边有准备了一个手稿 是我从这个三哥那边拿来的 他其实很爱做家事 所以他自己在旅居 美国跟法国的时候 他自己很喜欢 学一些像西式的料理 pasta这些 他就会去超食谱 而且他很多这种笔记 所以他就会超下来 看了电视或学到了 他就会在家里自己做 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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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煮什么 意大利面吗 意大利面 他很喜欢吃意大利面 他很喜欢吃意大利面 还要野菇 还要红葱 红葱 英文他没有写 但是大蒜他写了英文 对 芝士 对 他也爱做 但是他因为后面是都在外面自己一个人 在唱歌一个人 可是这个是西餐 对 他自己在外面做 他就做 他很喜欢吃意大利面 他就自己做 他就会写这些食谱 很好玩 就中英文混合 而且他都用剪写 两分钟怎么样 只有他自己看得懂 OK 这应该是一个野菇面 野菇意大利面 野菇番茄意大利面 这个都是现在是非常珍贵的一些手稿 对 怀念一代歌后邓丽君 好 那么是不是把你们家 不晓得放在哪个柜子的邓丽君的CD 应该拿出来 再听一下 回味一下 对 对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祝您晚安 拜拜